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曼联新闻一分钟 没错 大家在画面上都看到的确是摩连奴 而今集的片段的确是摩连奴 大家没猜错 摩连奴对于曼联也是一个情意结的 今晚他带领热刺会出战欧霸杯 之前的记者招待会都会提及曼联的 为什么呢 大家只管听听摩连奴说 曼联就说曼联无端端在欧霸杯变了大热门 很多时球队在欧霸跌下来的那些当然都是比较强的 正如来说他们也不属于这个比赛 但是我都明白到他们的小组是困难的 有巴黎射尔门 萊比锡 都是很厉害的球队 但是我们也知道 晚联一队比较强的球队就跌下来欧霸杯 欧霸也认为这个不太妥当 基本上我们作为一个比赛里面踢小组赛 当然是想取得第一 如果我们取得小组的冠军 我们当然理论上可以对一些好弱的对手 不是我们怕对一些欧联跌下来的球队 不过这件事好像与原意有点不同 所以他就觉得 如果可以避到一些欧联跌下来的球队 这个也是一个好处 大问题就是现在在欧霸杯和欧联的转折 欧联跌下来的情况下 就算取得小组冠军 也未必是那么好处 好 他就说 开心见到 不是 这件事就是这样说的 有记者跟他说 你过往的记录 你带领的球队欧联 都没试过小组出局 记住 不是摩联跌自己说的 是记者提起他 对于我来说是这样 多谢你提醒我这个记录 有些人来说可能真是难一点 例如 1819年这个球队 我带领着马联 我们主场输给祖云特斯 我们要去到Turin 作客的时候 要赢回 结果我们又赢到 就出了线 那组不要忘记 是困难的 因为还有华伦西亚在 但是 亩联可能都肯定记得 结果 他令到马联出了线 后就很可惜 去到受到强 就已经不是领队了 亦都设定了 苏斯亚查一场非常出名的 去到巴黎 主场馆的一个很劲的反胜 当时来说 接他守的苏斯亚查一场 比较经典的赛事 亦都因为这一场球之后 曼联又给了苏斯亚查一场 给苏斯亚查到现在 我说不好听 接着来说 他最后亦都说 其实他觉得 欧联的球队 第三名的 走下来欧巴 他就觉得这个真的不是太公平 因为他说 其实你想想 一队球队 明明在一个比赛 衰了 衰了就跌到另一个比赛 真是很奇怪 但他说有时候足球就是这样 不过他自己觉得比较公平的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一层失败了 就下一层 OK 很明显 摩尼奥 都很想念曼联 刚刚这一件事 知道曼联下来欧巴杯 可能他也不知是否很有兴趣 对着他 因为除了英超 一定会对两次之外 在杯赛里面 都有机会 曼联会对 摩尼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他就特别拿出来说 老实说 曼联当时和摩尼奥 分手的时候 的确的情况是一样的 究竟 摩尼奥现在 对曼联 是 爱多一些 恨多一些 还是很想再次对曼联呢 因为刚刚 第一循环 他真的拿回彩了 在联赛的第一循环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 有机会对着摩尼奥带领的热刺 即管看看 当欧巴杯打完 小组之后 抽签情况 是怎样 因为现在 摩尼奥 带领的热刺 在欧巴杯的 J组 在今晚未打之前 就排第二 如果他们 就像摩尼奥所说 是绝对有机会 对 欧联 跌下来的球会 是曼联的 究竟 32强16强8强4强 还是 决赛才会对到热刺 即管大家看看 究竟 我们的曼联和热刺 是否可以走到这么远 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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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